现在只是有部分在清仓 如果说你们是零售来这边买衣服的话 基本是买不到的 因为只有那个别几个洞口 它开始清而已 可能就是他们的货比较多 或者是说实在是没有生意了 为了维持下去 只能这个样子 而且他们的价格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毛铃外套 它不是那种含什么羊毛的 169的话像这个价格 还是不是很便宜的 这颜色那么独特 而且看起来不是那么鲜艳的 这样这种颜色 其实是很挑人的 如果说你的人群不是特别的精准 不是说特别看好的话 像这种款式还是要谨慎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沙河这边的羽毛服 是不是真正的羽毛服 它有些它是真的 但是它有些也是假的 它是那种羽毛棉 像种羽毛服的话 你们就是自我感觉一下 很多人就担心羽毛服是假的 所以说有些羽毛服 它是有那个鸭毛的那个味道 其实有那个鸭毛的味道 也是很正常的 除非说你是处理的特别好 特别好的那种 一点完全味道都没有 但是像这种沙河这边的中肌肌肠 如果说你闻到那个羽毛服 没有鸭毛的味道 而且再磨上去 是那种没有回弹的那种感觉的话 基本都是 它说是羽毛服 其实都是那种羽毛棉而已 如果你特别喜欢 羽毛服那种款式 但是价格又特别贵 你在那个地方 不是特别冷的话 其实一般的棉衣都可以了 棉衣也是比较暖和的 像这种98块钱 75块钱 像这样子的肯定不是羽毛服了 因为羽毛服它不可能这么便宜的 即使清仓也是不可能这么便宜 除非知道最后它们要走了 可能就剩下那么一点 有可能几十块钱可以拿得到 这条节很弱 我不太喜欢在这边选款 因为乱乱的 都不知道要选哪个 有些是短袖 因为有些地方 它是一年世纪都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的 还有一些是它有专门的那个出口的客户 它就是只做这种薄的 像金马那边比较多一点点 金马那边它有很多是做出口的 所以它长年下来都是做那种很薄的那种衣服 现在有很多当口 他们已经在他们的公司进行这个村庄的订货会了 正常情况来说 再过一周这个样子就有很多村庄的新款 他们就要上市了 基本当口 他们现在都已经不上那个东庄的新款了 大家都是在清版 你们也会发现 这个时候上的那些东庄新款就没有之前上的那么好笑 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东庄的衣服了 除非说你这个款式特别好看 特别给人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 像这种款式的话就能卖 如果是很平淡很普通的那种款式 这个时候上的新款是比较难卖的 撒好这边的当口的这些衣服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拿过来卖的 他们是自己找加工厂生产的 有些是有自己的工厂 都是直接自己生产的 他们都是参加生产的这个过程 不是直接说一个中间商 这这款式很独特 而且里面是有毛的 看起来特别暖 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